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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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这儿是排队买蛋糕的 我买蛋糕 蛋糕 买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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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要找到女人了 不要投诉你们 阿姨 你先别着急 您的家人马上就过来接你了啊 喂 蛋糕 阿姨啊 这蛋糕 等您回到家 让您的家人切给您吃 好吗 怎么了 阿姨 吴公 您下班了 吴公 我 您认识我 妈告诉你啊 那个等妈领完鸡蛋 咱们就回家 喂 咱回家吧 各位 阿姨 你听我说 你先稍微再等一分 再坐一会儿再先 别着急 妈 妈 来了 妈你怎么样 可我不敢自己到时候乱跑了 我看看 婆婆 你跑哪儿去了 妈 哥 可算找到你了 急死我们了真是 江吕 你下班了 走 跟妈回家走 武功 走 咱回家了啊 妈妈妈 什么呀 谁是武功啊 我是武功 你不认识我了 你干吗呀你拉着我 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跟我儿媳妇都在这儿了 你们干吗呀 你干吗拉我呀 老婆子别丢人了 走 我回家 你是谁 江吕 丁丁饿了 回家还要做那个沃尔鸡蛋呢 还要 我告诉我 找你一晚上 李飞 算了你先回去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帮我找到我妈 你看我妈 可能睡糊涂了 让你见笑了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应该的 那我走了 谢谢 还有一个急的 那我记得那个 伤害的 你没事吧 这些个细腻 准备的 这些蓝了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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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吧 特朗普 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关心武功的家人 我一点都不会不开心 毕竟他们曾经也是你的家人 所以呢 你没有必要在我面前 来掩藏你自己的情绪 我说过 我爱你 我就会去接受与你有关的一切 明天我会给武功一天假 让他来找我家人 好吗 谢谢 妈睡着了 爸火了半天 终于睡下了 你说 妈是不是 等明天天一亮 咱就带妈去做个彻底的检查 妈都成这样了 以后这个家 就得靠咱们了 你也长大了 我希望你懂点事 别老是让爸妈操心 知道吗 我知道了 放心吧 哥 你说超市集团跑我这呢 是啊 我这就带你去 真好 我送爸妈回去就行了 你回公司吧 别影响你的工作 大夫也说了 妈这个病啊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阿尔兹海莫病 就是老年痴呆症 不应该啊 咱妈还那么年轻 我也不相信 可是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那现在怎么办呢 只能慢慢的治疗调养了 需要多少钱我出 钱的事 我和我哥会想办法的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你妈也是我丈母娘了 如果 你真要做什么的话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了 东阳 你一定要隐瞒好 我们俩复婚的事情 我们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要是咱们两个的事情 再暴露了吧 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了 好 我知道了 咱不着急啊 富君 秋总 烟丹宁找您 让他进来吧 好 好 有事吗 有事 到底什么事啊 我要跟您说的事呢 不适合在办公室里说 几个意思啊 是关于武林飞的 她怎么了 对不起啊 我没说完 是关于您和武林飞的 我和她 我和她能有什么呀 叶泰宁 你别故弄玄虚了 行不行 我没有故弄玄虚 只是有些话吧 不能说透了 这么着吧 我就说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天台 一个是复婚 怎么样 现在您觉得这事 还能在办公室里说吗 您放心 我已经订好餐厅了 没事的话 那我就先出去了 对了 邱总 我的车坏了 去餐厅的话 还得麻烦您载我 我妈的电话 那你赶你接啊 喂 妈 洪扬 怎么了 你下班了吗 对啊 我下班了 那我们一起吃饭 吃饭啊 好吧 好 那我等你啊 林飞 我妈她 我听到了 那你就去吧 最近因为吴迪的事情 你跟你妈妈关系闹得也是够呛 你也该陪陪她了 咱们俩复婚的事情 你可千万要忙好了 放心吧 咱排店不都说好了吗 这事先不外传 我记着呢 等我妈病好了再说吧 我不想再给家里添乱了 我们家现在也够乱了 这个吴迪又管我妈要钱了 你说 是不是天要王咱们啊 你瞎说什么呢 你没听出过这个 脾气太来吗 妈 东阳 但您说这儿的饭特别好吃 非要请我来 那你们俩好好吃呗 我还有点急事 我叫你们 是我让你来的 咱们俩多长时间 没在一起外面吃饭了 但您别怕 我就不相信 他能把我们俩料在这儿 妈 你好好在这儿坐着 我们让你来是去 给我们买单的 你以为呢 好好好 阿姨 不好意思啊 我先去趟洗手间 好 妈 你到底想干吗呀 你没来呀 我刚才跟他聊了会儿 我觉得这个孩子特别懂事 而且 对公司特别上心 舅总 你有没有考虑 跟人家生殖加薪啊 我跟他提过呀 现在公司有个副总的职位 控着呢 我希望他好好努力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反正这个职位不是控着嘛 那他跟其他人一样啊 都有机会来争取吗 我告诉你 这个职位非他莫属 其他人都不行 妈 咱之前不都说好了吗 不搞垂涟听着那一套 其他的人我不管 其他的事我也不管 但是叶丹宁 你必须要给我落实好 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老妈的良苦用心 你体会不到 往大了说 我是为了公司的前景 往小了说 我是希望你跟他 好 我考虑考虑行不行啊 我想起来了 我还约了人 我先走了 阿姨 这菜都还没上齐呢 有东阳呢 今天不是邱总 跟业主理一起吃饭 是邱东阳 跟他的老同学 老朋友叶丹宁一起吃饭 你们两个都别拘着啊 我先走了 妈 我送你 不用 来 你啊 好好陪着啊 阿姨再见 好 我知道 今天要不是阿姨出面 你是不会来的 毕竟你已经拒绝过我一次了 不过没关系 东阳 你看 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我终于能好好给你吃顿饭了 这顿饭 我等太久了 你别整这些没用的 这顿饭我来请 都一样 东阳 跟我在一起 就让你这么无聊吗 这就对了 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啊 你能不能别老提以前的事情了 行了 那我们就展望一下未来吧 对了 你有想过你跟林飞的未来吗 你们有未来吗 我跟她早就离婚了 瞧你 又不说实话了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祝福你们 来 祝福你们又一次的结婚了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东阳 这么多年了 难道你一直都没发现吗 我始终都站在你身边 我知道 我知道感情的事情 没有办法勉强 我无法勉强你跟武林飞分开 但是你呢 你也不能勉强我不喜欢你啊 丹宁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你就应该去追求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呀 你说你这么优秀是不是 你肯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呀 我想我需要时间吧 在这段时间里 我会努力工作 证明自己的价值 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看 我都做你助理这么久了 我明白了 你之前做这么多铺垫 还把我妈请过来 又提我跟林飞复婚的事情 无非就是想说你想升职 对不对 你要这么理解我无话可说 我确实想当副总 而且你和武林飞复婚也是事实 难道不是吗 好 既然话都已经说开了 我承认 不过有个条件 你知道我跟林飞复婚的事情 你不要告诉他 我真的没有想跟你谈条件 你就告诉我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好 我答应你 因为 我们是朋友 清清 吴迪 来来来来 快请坐请坐请坐 总算得到好消息了 怎么 我们跟你介绍的那家美国医院 你还记得吗 记得 他们找到了与你匹配的心缘了 我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没有没有 确实可靠 现在就是费用问题了 手术总费用两百万 前期先交五十万电金 能找到这个心缘 这些人 毕竟时间好事 但不瞒您说 我只凑够了电金五十万 不过您放心 我会很快把剩下的一百五十万 送信的 很快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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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都知道 公司有个副总经理的职位 一直空缺 那么经过公司管理层的决定 任命叶丹宁为副总经理 封管企划部 叶助理生得可真够快的 丘总可真器重她 岂止是器重啊 说不定哪天成了咱公司的老板娘 也未可知呢 你们这么说 让咱们公司的前老板娘 请何以堪啊 你是说武林飞啊 对了 我听说 邱总的父亲 就是因为武林飞才出的车祸 邱总可真大度 要是我早把她赶走了 那还不是因为元老器重她吗 真搞不懂元老看重她什么呢 想不通啊 既然想不通 那就别想了 元老 这是您本周的行程单 武林飞 你搭着的脸 站在我面前 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糟糕 您做错什么了我 我说你是糟糕 你就是糟糕 我不是 你也知道你不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和那些家伙们争辩 你到底是什么 别人对你怎么评价 你有多大能耐那不重要 关键是要看你自己有多大的本事 懂 你都看见了 别再丢我的脸了 滚出去工作 等等 既然冬款的初审会和内审会已经开完了 接下来就是新品订货会了 你配合企划部 出方案 我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 出去 我 我 不 我 我 你 你 我 你知道公司的人都怎么说吗 他们都说叶丹宁 叶丹宁才是这公司的老板娘 你别听她们胡说八道 那公司人多嘴杂呀对不对 什么八卦没有啊 再说了 你才是这个公司老板娘啊 对不对 就算真的要提拔他 你总得提前告诉我一声吧 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刚才我还看见他了 他看我的眼神 简直了 那公司的事也太多了嘛 我不可能什么事都跟你汇报啊 是不是 是你的决定 还是公司的决定之重要吗 重要的是叶丹宁他心里 根本就对你没死心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要是心里没鬼 你会不告诉我吗 我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为了咱们好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阿尔兹海莫比 那现在怎么办呢 需要多少钱我输 钱的事我跟我哥会想办法的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你妈也是我丈母娘啊 如果你这要做什么的话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了 你一定要隐瞒好 我们俩复婚的事情 我们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要是咱们两个的事情再暴露了 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呢 我没有啊 邱冬阳 你可要记住了 咱们可是离过一次的人 我知道 要是被我发现你骗我 或者有什么事隐瞒我 我方文中守护我的承诺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不就是离婚吧 又不是没离过谁怕谁呀 武林飞 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东阳 我们好好谈谈 我跟吴迪之间的感情 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想 我想都不敢想 一想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东阳 你以前不是这么跟妈妈说话的 妈 你之前也不是这么对我的呀 你别说打我了 骂我你都舍不得 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淘气 我爸总是把我 关到小黑屋子里去 那会儿对我特别好 经常跟我送好吃的 陪我聊天 当时我就在想 妈 你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妈 你就听我去劝 就算你和那个吴迪是真爱 但是关起到钱的问题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清楚 在做决定呢 吴迪只是想创业 我想帮帮他 行 你帮他我没意见 可你看你之前 已经跟他打了五十万了 对不对 那五十万也不是一笔小钱呀 你起码对这个钱的走向 应该有个基本了解呀 你的意思是 我应该管培训中心的事 对呀 那我爸当时创业的时候 不是因为有你的知识 才成功的吗 可是这样他会不会觉得 我对他不信任 不会呀 通过我周代之间 对他的了解 他应该不是这么小心眼的人 真的 你看咱俩刚才吵架 他不是还劝架来着 所以我觉得呀 我应该放下对他的偏见 好好去了解了解他 这就对了 那是关心到钱的事 你放心 明天我就让他 把所有资金流向给我汇报 好吗 这就对了嘛 武林飞最近没给你 出什么幺蛾子吧 没有啊 那就是偶尔在公司碰见了 我都绕着走 那是你的公司 你躲他干什么 那我不是为了跟他 彻底划清界限吗 你要真这么想啊 那就对了 开始吧 打扰了 请问这里是 新品定乎会的策划会议吗 研发部的其他人都很忙吗 要一个新人来跟进 要不我去问问 不用了 是元老叫我来的 是啊 我差点忘了 你是元老最器重的人吗 武林飞 你坐那儿吧 好 王总监 开始吧 好 来 各位 请看我们的这个大屏幕 这是这次咱们 新品定乎会的方案 那么主要我们这块 分为三大板块 第一是线上 第二是线下 第三 这是租房的合同 还有 这是审核的资料 还有这个 好了 我还不相信你 不是你应该了解一下呀 到时候东央问起来的话 你好有个交代啊 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银行应该没关门 我们走吧 去给你转钱 你好办事啊 现在啊 你怎么了 王莹 你真的那么相信我吗 你怎么了 你不是说 我是你唯一的希望 你最信赖的人吗 我也一样 可以 你怎么会拿成这样的 你肯定吗 你把我们的肯定 你得卖吧 你不算是你 你不得了 你不如我们 你 stuffed 我自己认出来 基本就这样了 王总监 你们这方案做得不错 但是细节方面 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没什么事的话就散会吧 等一下 怎么 你对方案有意见吗 意见谈不上 但是有点新的想法 说得好像 你有成熟的方案一样 你怎么知道 我已经有成熟的方案了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由我们 来打造一个终端的 资源管理系统 并且呢与营业系统 清芬系统 供应链系统 售后服务商系统 和支付平台等进行对接 王总监 你怎么看 吴林飞啊 你说的这个 终端资源管理系统 公司有预算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不就是一纸空谈吗 有想象力呢是好事 但也得结合实际 就这样吧 散会 对了 吴林飞 你回去帮我 转告元老 不是我不同意的方案 只是呢 我得从公司的大局考虑 邱总啊 该找我了 我再不去啊 她又发火了 都排好队 排好了 排好了 开始吧 开始吧 你好 我是来临免费卷纸的 您拿好了 欢迎下次光临 那个 我们家人多 能多给我一卷吗 您长得像我奶奶 那就多给您一卷吧 谢谢 谢谢 爸 丽飞回来了 妈 妈让的话了 妹妹 你拿着 你拿着 回来就好 吴公 你也过来 我跟你们说啊 只要你们俩日子过好了 我就放心了 你真好 爸爸 奶奶这病什么时候 才能好啊 你看你 奶奶就是病上的 你们小孩子 你看这个 妈 你不像我一样吗 对啊 跟你一样啊 丁丁乖 赶紧回我写作业去 乖 这超市里啊 还有免费品尝的呢 我带你去看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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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怎么拿我东西啊 你给我 拿我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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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说咱们玩这一天福都没想的 怎么糊涂了呢 行了 领飞 别这样了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咱们经常一大早就去超市排队 领那些免费的鸡蛋 卷纸 一排队就是一两个小时 你说她这是干吗呀这是 为了给咱家省点钱呗 日子过成今天这样 我也有责任 可你别这么说 我也惹爸妈生了不少气 我再想 如果我没有跟姜丽离婚的话 咱妈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病了 这事不怪你 都是我太能做了 你说我怎么就那么任性呢 爸妈的话我一句都听不进去 我这两个月的工资拿着 我这两个月的工资拿着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给妈看病啊 不用啊 有你哥在呢 这些你留着 等你以后结婚了 还得留点私房钱 就不能让我也出点力吗 妈生病是因为咱们 你不让我出点钱 出点力 我这心里头 好瘦 好 那我先收着 你给咱妈找最好的专家 用最好的药 不过医生也说了 这病除了治疗 家庭护理也很重要 我跟爸都说好了 白天就由爸负责 晚上咱们谁有时间谁陪着 赶上周末就让爸休息 我来照顾妈 林飞 你长大了 你懂事啊 妈 我回来了 妈 吴迪呢 妈 吴迪呢 他去办事了 我们培训中心的证兆 不是一直没下来吗 他办这事去了 还挺像这么回事啊 你少说风良话啊 那五十万资金的去向 我已经弄清楚了 你要是不放心 我跟你说说 好啊 一会儿的 妈 那另外一百五十万 你千万别着急给他 等我去他租的厂 你看看之后再说 怎么了 你不会已经给他了吧 那我不给他钱 他怎么办事啊 妈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我相信他 你 趁我妈睡了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咱们俩确实应该好好聊聊了 我这个人吧 简单粗暴 确实 这段时间我感受到了 好 那我就不废话了 你就告诉我 还要多少 这么多少 别给我装糊涂 还要多少钱 你说培训中心装修的事情 不是 我是说你还想骗多少钱 你告诉我我给你 完了之后你编个理由 离开我妈 那你能给我多少 我就知道 我耳朵 我耳朵 我是说这样的 我也要 想这些人 有双子 以后来 你 好 你 身手 我 妈 阿姨 您怎么来了 我找东阳 你什么意思 你这么做不光侮辱无敌 也侮辱我 阿姨 您看啊 这是在公司 家里的事总不好在这儿说吧 对对对 但您说得对 阿姨 要不咱们先回家吧 有什么事咱们家里说 嗯 妈 这都是骗子的惯用伎俩 两百万满足不了他 一张空白支票也满足不了他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 这才是最可怕的 你不要侮辱他 他没要你的钱 就说明他不是骗子 他对我是认真的 好 我算是明白了 我现在做什么在你眼里 都是无理取闹 对吧 今天这事就算翻篇了 但是以后不许你这样 侮辱我跟吴迪的感情 你表个态 我就可以原谅你 我表什么态 你说呢 我没错 反正我不可能同意你和他在一起 这是我的自由 我不需要任何人同意 包括你 好啊 除非你不是我妈 东阳 我很惊讶 作为一个九零后 你的思想居然比六零后的还要冷淌 是吗 如果你爸给你找个小二十几岁的后妈 还是个骗子 你怎么想 你越说越过分了 爱情里面不分年龄和阶级的 少跟我胡说八道 你不就看上我妈幼稚单纯吗 你要耗射一口行啊 我介绍我妈一朋友给你 长得好看为人眼大发 你住口 妈 你跟人家雪姨不一样 她想得开放得也开 你是被我和我爸宠大的 你学人家搞什么黄昏恋呀 多阳 我觉得你没什么权利来干涉 我给你妈之间的感情 而且我还觉得 你应该先处理好 你跟武林飞之间的事再说吧 你干什么呀你 妈 你让开 干什么呀 东阳 你干什么你 东阳 你干吗你 我天明 你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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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明白了 这个家没有我的位子了 我走 你记住 你今天为了这个小白脸 你失去了你儿子 我爹 你没事吧 童谣 这是怎么了 你说句话呀 你别吓我好不好 我妈哪儿还病着呢 你别再让我担心了好吗 老婆 我现在真的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老公 我先陪你去医院吧 不用了 我明天就回家收拾东西 这事儿 要不咱再考虑考虑 这一次你真的不用再劝我了 我都想好了 我们就去你家父亲租个房子 方便我照顾你 也方便你照顾你妈 这 你要是不喜欢租的话 咱就买一个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公 我是真的很想跟你有一个二人世界 可是 就是 你就这样离开家 离开你妈 你真的不太好 你管了 那个家 我真的我一分钟都我都待不下去了 好 如果你坚持翻出来住 那我没意见 可是你把房子租在我们家附近 万一被我哥他们发现了 放心吧 我们小心一点不就行了吗 行吧 我听你的 疼不疼啊 这是什么 你帮我 你帮我 我帮你 你帮我 帮你 我帮你 如你帮你 就是 我帮你 法武器 因为 你帮我 不可能 我先 IDA ivi 我帮你自己去 尝尝 我们 čin快安排你去美国 魏医生 我最近手里面有些事情 还没处理好 那你就应该尽快啊 有什么事情 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啊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你必须去美国 匹配的心源可遇不可求啊 这一点你应该是明白的 一个月 最多一个月 魏医生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 你必须如实告诉我 如果手术成功的话 我最多还能活多少年 我必须要知道答案 有关资料显示 心脏移植手术第一年的存活率 是百分之八十五 国外存活时间最长的患者 是三十年 我国是十二年 也就是说 我花两百万 换来的是又一个不确定 吴迪恩 你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 我是在想 这周买卖值不值 我来捨得 我来搜尖 我来搜尖 我来搜尖